千古多少帝王的陵墓被发掘倒完,死后再也没了安身的家,唯有秦始皇的陵墓,至今还在离山北面的山脚处,一直等待重见天日。 据传闻,有十万阴兵守护着秦皇遗海,百万吨水银灌入地下的江海,还有几千年长鸣不息的人鱼游灯,盗墓者全都没了余生。 秦始皇陵内部有哪些特殊构造,里面到底藏了多少奇珍异宝,秦陵有没有被盗过墓,为什么说不挖掘是对其最大的保护? 秦陵对中国又有何影响和意义?今天牧鱼为你揭开这座神秘的古墓的面纱。 公元前220年,西方文明还很不稳定,相反在东方文明却高度发达,因为从战国时代的混乱中, 第一次实现了华夏统一,中国的第一任皇帝就是秦王嬴政。 嬴政对长生不老特别的痴迷,除了派大量的人到处寻找长生不老药之外, 还修建了有史以来最为宏大的陵墓。 实际上秦始皇称帝以前,秦国就已经开始为其修建陵墓了, 这是古代帝王的传统,但是刚开始的陵墓并没有达到后来的高度, 直到公元前221年,秦始皇一统中国,这个陵墓才开始全面建设, 同时秦始皇将规模扩大到了史无前例的地步。 直到秦始皇去世的第二年,这个陵墓才修建完成, 从动工人数和时间上来看,称得上是历史上人为修建难度最大的建筑, 秦始皇陵墓分为陵园区和从藏区。 按照当时咸阳城的布局,由内到外分别是地宫、内城、外城和外城以外的部分, 地宫就是秦陵最核心的地方,用来存放正戈的遗体。 上层封土是人力堆砌而成的一座山, 其他所有城园、建筑、兵马永坑、陪葬坑都围绕着它, 像众星捧月一般,显示了正戈的帝王身份。 两千多年当中,秦皇陵地面建筑还是受到了损毁, 我们现在根本就找不到任何踪迹, 所以当初是村民打井才意外发现秦始皇陵的。 而秦皇陵的陪葬坑遭受的损毁并不是特别严重, 因此到了现代, 我们才有机会把里面的众多文物考古挖掘出来, 以宫众人观赏。 至于秦皇陵的帝宫, 在历史中是没有遭受到任何损毁的, 一直深埋在秦皇陵的地底下, 仿佛那与世隔绝的隐士, 直到现在考古学家也不敢挖掘, 所以他对于我们来说仍然是一个千古之谜。 没人亲眼见过陵墓里到底有什么, 但真正的秦始皇陵内部, 肯定埋葬着当时全天下最珍贵的宝物。 历代盗墓贼难道不动心吗? 所以第一个问题就是秦始皇陵被盗了吗? 在弄清楚这个问题之前, 我们首先要弄清楚另外一个问题, 秦始皇陵里到底有什么? 相传秦始皇下葬之时, 光是运输金银珠宝就用了几个月, 金珠翠玉史料典籍应有尽有, 而且就连名刘千古的和氏璧也被嬴政一同带进了陵墓中。 如此豪华的配置, 怎能不叫人惦记呢? 据文献记载, 从秦末到民国, 对秦始皇陵的盗决活动一直持续不断, 其中规模最大的一次, 当属项羽对秦始皇陵的盗决, 话说项羽在攻占秦朝都城咸阳以后, 就亲自带领三十万精兵前往黎山脚下, 开使灰锄头盗掘秦始皇陵, 命命手下将陵墓上下能看到的东西通通搬走, 三十万军队搬了三十多天都没有将这些财宝搬完, 后来干脆把其他搬不走的宝物, 一把火全烧了, 也就在这时, 让人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 从陵墓内部飞出一只金燕直奔南方飞去, 项羽等一众人被这只金燕惊呆了, 天下竟有如此诡异的事情, 于是有手下说这是秦始皇的灵魂, 也有人说这是守护秦始皇陵的神兽, 于是都不敢再继续盗掘, 刚开始只是汉书楚王传记载了金燕, 但故事就是越传越离谱, 到了宋朝初太平广记记载, 一群金燕从秦陵飞出, 有人抓到发现是真的金鸟, 唐代李荣独一致中觉得故事不够有冲突性, 就变成了项羽挖了正哥的墓, 还放火烧了个金光, 故事还真是越传越细节, 地宫里到底有什么宝藏, 现在也无从考证, 和氏璧会不会在地宫里也是未解之谜, 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 项羽没有打开地宫, 但是多部书记载秦始皇陵被盗过, 要说两千多年始皇陵未被盗, 完全否定这些史籍, 于理说不过去, 秦始皇陵应该是一座被多次盗过的陵墓, 但是秦始灵建得太大又太科学了, 在建设时设置了很多遗种, 这些遗种被两千多年的盗墓贼盗过, 可真正的秦灵由于防范严密, 并未被盗墓贼们破坏, 当代考古学家和科学家们勘察证明, 秦始皇陵始终没有被打开过, 也就是说倒是被盗过, 但核心的地方并没有遭受破坏, 几十年来, 考古学家从来没有放弃过 对秦始皇陵的进一步发掘, 他们先后在秦始皇陵风土四周 进行了细致的钻探工作, 再次证明了秦灵始终 没被动过, 作为千古一帝的秦始皇, 肯定想到了后人会对他的目洞歪心思, 所以在修建之时就使用了大量黑科技, 根据史记的描述, 另讲座基奴使, 有所穿进者折射制, 只要进去就会触发机关, 就跟盗墓小说里的机关一样, 据了解, 专家在考察时, 在秦始皇陵墓外围发现了两具尸体, 推断两人是因盗墓而死, 身上插满了箭, 关于秦灵的防盗系统, 其实还有一个重点, 那就是水银, 实际, 秦始皇本记中记载, 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 吉祥灌输, 上句天文, 后来考古团队在这区域进行勘测时, 发现了大片强拱异常区域, 考古专家段清波指出, 这些就是来自地宫水银的挥发, 这也印证了实际的记载, 水银就是拱, 古代和现代的水银都含有剧毒, 整个地宫的水银汇聚成江河大海, 可以想象含量有多夸张, 盗墓贼别说盗取宝物, 人都不一定出得来, 除此之外, 在不少点击资料中都有守墓人的记载, 他们专门为秦始皇守护陵墓, 防止盗墓贼进入, 各代帝王也会派人保护秦皇陵, 相传在刘邦建立西汉以后, 太前几十户人家直接住在秦陵旁边, 24小时无死角监控, 这也是秦陵多年没被盗挖的原因之一, 咱们再来说一下长明灯, 郑哥可能是一个怕黑的人, 用人鱼膏制作了许多长明灯, 这里的人鱼指的是娇人, 如果将其宰杀炼成油的话, 能够燃烧5863年不灭, 这里的灯油很有可能是鲸鱼的脑油, 每立方米的鲸鱼脑油可燃5000天, 可就算有了这种高科技混合油, 想要燃烧千年氧气也不够啊, 所以长明可能只是一种形容, 明到氧气耗尽也就熄灭了, 最后咱们再来说说那些阴兵, 据说每到阴雨天气, 就会听到离山中, 千军万马呼啸而过, 其实咱们都已经看过这些死亡军团了, 就在离秦皇陵1.2公里的兵马永坑, 被誉为世界第八大奇迹, 我国奴隶社会时期有君主死后奴隶活人殉葬的制度, 秦始皇在建立自己的陵墓的时候, 丞相李斯认为活人殉葬过于残酷, 劝其改为陶勇殉葬, 兵马永是用陶土制成, 可谓是千人千面姿态各异, 不少人觉得兵马永是用真人烧制的, 但是专家很快就出来辟谣, 因为兵马永内部是空心的, 而且里面没有发现人骨, 所以只是单纯的古代手办, 在1956年的时候, 郭沫若先生组织的考古队决定打开明十三陵中的定灵, 结果里面出土的文物, 刹时间大量自画画作《飞烟》, 堪称中国考古史上的一次灾难, 此后周总理, 就下令从此不准挖帝王陵了, 秦始皇对中国人的意义非常巨大, 挖秦始皇的陵不等于挖我们祖宗吗? 保护好这座陵墓也是对历史, 对人类的一种尊重, 因此我们不挖掘就是对其最大的保护, 不过纵观秦始皇短短的一生, 其实每一步都是骚操作, 如果不开上帝视角是常人无法理解的, 每一步操作都是开创时代性的, 极具创新精神, 秦始皇陵绝对是秦始皇本人最为得意之作, 如果有朝一日被打开, 那一定会改变目前历史书籍 对于两千多年前的历史认知。